現在講到學生小孩要來煮一個廟 行政院長所情緒 怕去嫁人 看煮疫苗的狀況 如果今天說 萬不利有比較近 就有空替 所以願望小孩好 願望家長 盡量讓小孩可以煮一個廟 關心煮疫苗的學長 問說會聽不懂 學長說不會 行政院長所情緒也特別跟學生 做 為了要來提升公約 政府高齡學長來煮疫苗 所以中央一九個人來看煮疫苗的狀況 對外界妖異說 總統蔡英文說 二冬疫苗的注射率有74% 他沒有正名來回應 要是說高齡家長 讓小孩來煮疫苗 而現在學校也都恢復了實體上課 也都回應 回歸校園施打 朋友有染疫的狀況的話 他是要染疫之後 三個月之後才能打疫苗 所以北部這個地方 這個疫苗施打率低一點 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因為痛的話會挖挖大叫 政府高齡學長來煮疫苗 提關注目方向力 像我們說 過去還沒煮疫苗進行 到後日差不多有五成至六成 如果現在已經有煮疫苗之後 就提關到八成 記者 綜合報道